咱就说,有谁女人那可真是让人大抵眼镜 比如艾布利尔詹姆斯 她简直就是个活菩萨附体的母老虎 在辛泽西说的林伍德 她可是个让人又近又怕的存在 活脱脱一个强势女王 可谁能想到2012年的一个大清早 她竟然像个被人丢弃的泼布偶一样 她在自家卧室的地板上 中了两枪不说 那房子大门还大肠撕开 就好像在邀请阎王爷来串门似的 这个艾布利尔詹姆斯 那可不是一般的主 在当地,她就跟着女王似的威风扒面 整个林伍德社区都被这场血腥的谋杀 给震得晕途转向 大伙都在那低估 谁这么大胆子 敢要这位女强人的命呢 而在葬礼上呢 有个叫金儿的姑娘 就坐在前排 紧挨着那个 她认定送自己老妈去见上帝的混蛋 咱把时间倒回到1964年10月27日 艾布利尔在辛泽西州大西洋城出生 这丫头的童年 那可真是跟坐锅山车似的 刺激得不要不要的 11岁那年 她蝶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眉影呢 她妈呢 把艾布利尔的四个兄弟姐妹 全给送去寄养家庭了 就单单留下了艾布利尔 这项可好 艾布利尔不光得背着那内疚感 还得扛着当妈妈最爱的孩子 这个重担 可真够她瘦的 艾布利尔的老妈也没闲着 整天忙着跟一群男人谈情说爱 根本顾不上照顾自己的闺女 结果呢 艾布利尔基本上就是在竹母的照料下长大的 不过 这段艰难的童年 反而成了艾布利尔日后的垫脚石 让她变成了一个坚强到能掰弯钢筋的女腔人 17岁那年 艾布利尔生下了她唯一的女儿金母 这可不是啥意外 艾布利尔一直渴望着自己小时候没得到的母爱 艾布利尔把这孩子当成上天赐的宝贝 发誓要当世界上最好的老妈 别看她年纪小 在这方面那可真实的天才 把女儿宠得比公主还金贵 从17岁起 艾布利尔的人生就跟开了卦似的 先是拿到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然后就开始工作养家 她先是当美发师 后来还自己开了美容院 这还不算完 这位女强人还开了家小咖啡馆 艾布利尔有个特点 那就是觉得跟头牛似的 一旦她定了个目标 那谁都别想拦住她 她一直坚定 勤奋努力 还特别自信 有人说她就像公主和斗牛犬的混合体 外表看着柔弱 内心那叫一个坚硬 除了性格强悍 艾布利尔还是个大美女了 不过最让她出名的是 她在大西洋城主持的一档 每周广播节目 这节目让她在当地 那是小有名气 听众们都被她表达观点时的 那股热情深深吸引 她总能给每个听众 找到鼓舞人心的话 在自己的节目里 她可以畅所欲言 不管是社会福利 还是那猖獗的犯罪 不过呢 艾布利尔最关心的 还是退伍军人的福利 她觉得那些为国家奉献的人 就是英雄 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她的人生目标之一 就是让退伍军人的生活 变得更好 艾布利尔经常支持 退伍军人权益的慈善机构 还经常被邀请在 相关活动上发言 这位女强人 还和当地的不少大佬 建立了良好关系 她计划着给退伍军人的生活 带来积极的改变 她演讲的时候 整个会场都会被 她的话吸引住 因为她说的可不是空话 那都是她对很多问题的 真实看法 同时 艾布利尔也是个 接地气的人 跟她聊完天 你会立刻觉得被鼓舞了 就算是刚认识的人 跟她简单聊几句 走的时候就跟老朋友似的 每个感恩节 艾布利尔都会在她 位于开普梅的家里 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 新兵举办晚宴 那些因为工作 不能和家人朋友 一起过节的年轻人 在艾布利尔家里 都会受到热情款待 就跟自家人似的 所以说 这个女人在她的小镇上 简直就是个火山旗 后来艾布利尔 遇到了詹姆斯考夫曼医生 这家伙看起来 就像是从童话里 走出来的白马王子 詹姆斯是个有钱 幼熟人尊敬的内分泌学家 多年来 他经常参加 退伍军人权益项目 还吹牛说 自己在越南服过两次役 詹姆斯经常出现在 艾布利尔的广播节目里 代表退伍军人发生 詹姆斯和艾布利尔一样 之前也结过魂 不过婚姻已失败告终 在其他方面呢 他简直就是 艾布利尔梦中情人的化身 根据他的说法 他是个退伍军人 还是陆军特种部队的兵王 而且和艾布利尔一样 对跑车和摩托车 那是情有独钟 艾布利尔最爱的 就是他那辆红色 科尔维特跑车 和他的摩托车 两人都是那种 工作起来拼命 玩起来也疯狂的人 这对碧人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兴趣爱好都这么契合 以至于2013年情人节 他们就结婚了 很快就成了 新泽西州林伍德 最炫酷的一对 一开始 两人的生活 那简直就像童话一样美好 但很快 詹姆斯身上就开始 出现一些奇怪的事 这一切都是从 艾布利尔的女儿金姆那开始的 金姆需要为学校的一个项目 采访一位退伍军人 他觉得 詹姆斯就是最佳人选 就请他分享一个战争故事 詹姆斯同意了 可奇怪的是 他要求金姆别告诉他妈 詹姆斯讲述了 他在越南一场残酷的 袭击中幸存下来的经历 说他的整个牌都牺牲了 就他一个人逃到了安全地带 还不得不靠舔树叶上的 露水解渴 他还说自己收集了 所有阵王士兵的身份牌 准备归还给他们的家人 对金姆这个学生来说 这故事听起来 那可真是感人肺腑 詹姆斯在他眼里 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 重点是如果 总的来说 艾布利尔和詹姆斯的日子 过得挺滋润 他们住在一个 650平方的豪宅里 里面还有个鸟房 养着一堆稀奇古怪的鸟 地下室还有个小型美容院 艾布利尔偶尔会在那 女儿们做做头发 他们经常出国旅游 在亚历桑内州 还有另一套房子 从外人探 艾布利尔和詹姆斯的 婚姆斯的婚姆生活 那简直完美的不像话 虽然远非完美 但很快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尤其是金姆 开始注意到 他们关系中的裂痕 艾布利尔17岁就生下了金姆 所以她不仅是个妈妈 对女儿来说 更像是朋友和姐妹 他们之间有种特殊的联系 所以金姆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最近 这个姑娘越来越多地注意到 詹姆斯行为中的 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 比如说 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个控制狂 啥事都要管 他监控艾布利尔的财务状况 尽管他自己能挣钱 他会走进房间 关掉他正在工作的灯 还美其名曰省店 詹姆斯还经常吃妻子的醋 当人们被他迷住的时候 他就不高兴了 因为在活动中 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艾布利尔身上 而他却总是被遗忘在一旁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有一次在和妻子激烈争吵的时候 詹姆斯竟然拔出一把枪 朝墙上开了一枪 客厅里的弹孔后来被邻居发现了 詹姆斯从不离身他的武器 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 他自服得很 总觉得自己是个硬汉 在詹姆斯的生活中 除了枪 最重要的就是钱 他想被人看见是个有钱有势的大佬 很多人认为 他的妻子才是一家之处 这可把他气得够呛 最让詹姆斯抓狂的是 被人叫做艾普利尔先生 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和一个 靠自己本事成功的强势女人生活在一起的 在这方面 詹姆斯可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因为他总是活在妻子的阴影下 如果客人都围着艾普利尔转 不理他 他就会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逃离聚会 在家里呢 他就把不满全发泄在妻子身上 但老实说 如果人们尊重和爱戴他 他又能咋办呢 在艾普利尔身边 詹姆斯那自认为是强大有力的形象 就像被扒工的衣服一样暴露无遗 詹姆斯其实就是个懦夫 但这还不是他最糟糕的特质 他还是个病态的骗子 事实证明 所谓的退伍军人詹姆斯考夫麦 压根就没在军队服过衣 他完全就是在编故事 十多年来一直在吹噬 他那根本不存在的战斗攻击 有一天 艾普利尔发现了这件事 很难想象 当他发现自己所爱的人欺骗了他的时候 那得多心痛 而这 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更糟糕的是 这个女人曾多次邀请詹姆斯 参加他的广播节目 在那他分享了他那些虚构的英雄故事 他的谎言对艾普利尔的职业生涯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女人非常担心 这会毁了他的声誉 他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来捍卫退伍军人的权利 却没发现 他身边的退伍军人 是个彻途彻尾的骗子 当人们了解到张斯的真相时 他们也会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这对艾普利尔一生中 大部分时间所努力的一切 都是有害的 最终 他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 他要求离婚 詹姆斯不想离婚 生怕自己的真面目被曝光 但更重要的是 他不想在离婚中 把他一半的钱给妻子 詹姆斯的身家 估计有450万美元 显然 他不能让艾普利尔 从这笔钱里分走一分钱 他告诉艾普利尔 自己宁愿送他去见阎王 也不愿和他分钱 艾普利尔和女儿 一起出去吃午饭的时候 说了这件事 尽管告诉了金姆 但艾普利尔相信 詹姆斯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确信丈夫 没胆子真的下手 但不信的是 他错得离谱 事实上 艾普利尔也不是个 坐一带币的主 他威胁要把詹姆斯 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都抖出来 尤其是他那些 与管制药物有关的小把戏 当然了 他其实也不想真的这么干 只是想找个法子 摆脱这套婚姻 他威胁说 如果不离婚 他就打算去警局走一趟 结果呢 这位仁兄可不打算束手就勤 他开始琢磨着 怎么把自己老婆给送走 这时候 艺教徒摩托车帮登场了 这帮家伙 名字听起来就不像好人 一群绑大腰圆的汉子 穿着硬着花里胡哨徽章的 牛仔背心 骑着轰隆隆的摩托车 这帮人最初只是 十三的骑手组成了小团体 但到了六零年代 他们就搞出了一套章程 还选了个全国主席 工资刀得跟国家总统似的 艺教徒干的可不是啥正经生意 跟费城 匹兹堡和纽约的黑帮 都有勾当 这家伙后来成了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詹姆斯跟这帮摩托车手的勾结 说白了就是滥开处方药 作为医生 詹姆斯给那些根本不需要药的人开处方 然后这些人就把药片拿到街上高价卖掉 这种做法可是在火上浇油 让美国的阿片类药物问题越来越严重 根据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 从2000年到2010年 美国开出的阿片类药物处方 暴增了四倍 因处方药死亡的人数也翻了几百倍 异教徒摩托车俱乐部的成员 就是詹姆斯医生的主顾 他们和医生一起倒腾这些管制药物 赚得盆满钵满 特别活跃的是异教徒的代表弗雷迪 和当地俱乐部主席安德鲁·格利克 弗雷迪某种程度上是安德鲁的老师 教他异教徒最重要的规矩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出卖兄弟 异教徒的生意本来做得风生水起 直到艾普利尔这个定式炸弹出现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詹姆斯在弗雷迪的帮助下 想出了一个干掉他的馊主意 詹姆斯给了弗雷迪阿莱洛五万美元 让他去处理自己的妻子 他说得明明白白 他要妻子死 弗雷迪这个老狐狸可不想自己动手 于是他打算用更低的价钱 找个人来干这活 他的计划是用五千到一万美元 完成这项工作 剩下的钱自己偷偷揣兜里 异教徒主席安德鲁·格利克 知道这个计划 但他既没有阻止也没有举报 就像个看戏的 几个月过去了 弗雷迪愣是找不到一个愿意干这活的人 没有一个异教徒愿意为了这点小钱 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过呢 过了一段时间 一个叫弗兰克·马尔霍兰的 隐君子自告奋勇要干这票 这家伙压根不是异教徒的人 而且还是隐君子 在摩托车俱乐部主席安德鲁·格利克看来 这主意并不好 因为如果弗兰克被抓住 他肯定会把他们全都供出来 但弗雷迪根本不在乎以后会怎样 他只想赶紧拿到钱 所以还是雇了弗兰克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47岁的艾普利尔詹姆斯还在迅梦中 詹姆斯却早早起床准备去上班 他天没亮就出门了 还顺路去了趟当地的商店 艾普利尔是个古灵精怪的人 家里养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鸟 有个叫比利刚萨雷斯的家伙 负责照料这些鸟 那天早上 詹姆斯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让他顺路去家里看看艾普利尔 比利觉得奇怪 因为这医生从来没这么关心过 尽管如此 这老实人还是决定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事让老板的丈夫这么紧张 结果呢 艾普利尔像个泼布娃娃一样 趴在卧室地板上 中了两枪 第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肘部 第二颗子弹直接穿过了他的胸部 刺穿了他的肺和心脏 送他去见了上帝 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比利密码拨打的911 根据詹姆斯的说法 他之所以打电话给比利去看看艾普利尔 是因为他那天早上8点30分不接他的电话 他说自己每天都会给妻子打电话 看看他是不是睡过头了 顺便说声早安 比利冈塞雷斯在报警后 给詹姆斯打了电话 詹姆斯立即又拨打了911 这套真是高 目的为的就是转移自己的嫌疑 一位到达现场的侦探回忆说 在谈话中 詹姆斯的故事版本跟穿剧变脸似的 一会儿一个样 有一次 他说自己先跑上楼去检查了艾普利尔的脉搏 另一次 他又坚持说自己跑上楼了 但实际上并没有碰妻子 但这两个故事都是扯淡 因为比比说 詹姆斯回到家后 根本就没上楼去卧室看过他妻子 一个邻居也正式看到詹姆斯站在外面等个警察来 而不是重进屋里 当他看到警车拐上他们的街道时 他才跑进屋里 然后又冲回门廊 上演了一出悲痛欲绝的戏码 詹姆斯给警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在草坪上打滚 哭泣 扯着自己的头发 活脱脱一个失去挚爱的丈夫 但是到底是谁 夺挫了艾布利尔的生命呢 他在社区里可是个活菩萨 受人爱戴 钦佩和信任 在现场 有两个人肯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个是詹姆斯 另一个是女儿金奴 从他接到电话得知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起 这个姑娘就像开了天眼一样 知道是谁应该为他母亲的突然死亡负责 他毫不犹豫地向调查人员报告了这件事 2012年5月11日的时候 一群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 那叫一个大言不惭 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有足够的信息进行深入调查 还保证最终肯定能破案 可结果呢 这案子就跟被扔进了宇宙黑洞似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好几年过去了 那简直就是石沉大海 杳无音信 那些个警察也不知道整天都在瞎忙活啥呢 这个没脱苍蝇似的到处乱撞 却杀成果也没有 这不是纯纯的粪桶行为吗 在艾布利尔被袭击的时候 监控录像显示詹姆斯在当地的一家商店 所以几乎立即就被派出为嫌疑人 但这家伙能是啥好东西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是他扣动了扳机 可他自己绝对策划了对老婆的袭击 这家伙简直阴损到了极点 坏得冒黑水 为了表达最后的敬意 超过500人参加了艾布利尔的葬礼 那场面可热闹了 可金姆这可怜的姑娘 被迫坐在那个该千刀万剐的詹姆斯旁边 看着他那虚伪到极致的演讲 气得那叫一个肝疼沸腾浑身疼 这个男人装模作样的流着眼泪 说他不知道没有他心爱的妻子该怎么活下去 当艾布利尔的亲戚和亲密朋友在身边时 他继续装作悲痛欲绝的样子 可一旦他们离开房子 就再也看不到他有任何哀悼的迹象 这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虚伪的让人想吐 在艾布利尔离世后的许多年里 案子就跟被施了魔法似的 一点进展都没有 警察们就跟无头苍蝇似的乱转一切 啥也没干成 金母可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主 他从来没放弃过为艾布利尔伸张正义的希望 电台的同事们也没闲着 一直在给警察施压 要求他们别把案子当成摆设 当地报纸更是跟打得鸡血似的 一篇接一篇地报到这个案子 幸运的是 金母继承了他妈的一些特质 尤其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傻劲 这还真让他给撞出了一条路 与此同时 张斯继续过着他的生活 就好像艾布利尔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妻子的死对他来说 就跟死了只小蚂蚁似的无关紧要 在妻子缺失一年后 他把艾布利尔的东西都当垃圾一样拍卖掉 然后又找了个新老婆 不仅如此 这个人渣还想领取艾布利尔6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金 金母一听说这事 立马就想到了要告这个王八蛋 阻止他拿到保险金 这个姑娘心里跟明镜似的 直到詹姆斯跟他妈的死脱不了干系 他只是需要帮助来证明 于是 金母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们建议他以母亲的非正常死亡为由 起诉詹姆斯 这个法律程序给了警察一个机会 可以让詹姆斯在宣誓后接受询问 那时候距离艾布利尔被谋杀已经过去两年了 当詹姆斯被问到谁可能想要他妻子的命时 这家伙开始瞎编故事了 一会怀疑某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 一会提到一个贫民窟房东 艾布利尔曾在广播中批评过这个人 最后还谈到了对异教徒摩托车帮的怀疑 因为妻子有时会与他们打交道 经萌的律师玩了一首妙棋 他们的策略是搜集所有可能的证据 然后把这些证据像扔炸弹一样扔给警察 如果警察手里有了确凿的证据 他们就不得不对詹姆斯考夫曼提起刑事诉讼 比如他们给警察的证据中有一样东西 就是詹姆斯的电话记录 这玩意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在袭击艾布利尔的前几天 詹姆斯给一个一次性手机打了一堆电话 而这些电话在谋杀的前一天 突然就像人间针发了一样 大家都知道一次性手机 就是罪犯最爱用来掩盖身份的玩意 2017年 一位新来的地方检察官 对艾布利尔的案子产生了兴趣 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机器人一样 几个月就搞定了别人五年都没搞定的事 他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一位出了名的硬骨头调查员 这位调查员可真是不负众望 这时候关于一脚头参与艾布利尔谋杀案 以及詹姆斯想要干掉他那个能干老婆的传言 以及满庭飞了 结果呢 联邦调查局也对詹姆斯的行为起了疑心 除了那些见不得人的药品交易外 这家伙还涉嫌保险诈骗 但首要任务就是找个理由把詹姆斯抓起来 然后再慢慢收集证据 给他扣上更多的罪名 2017年6月13日 联邦和地方警察带着搜查 另杀到了詹姆斯的办公室 结果事情的发展可比他们想象的精彩多了 警察本来指导上拿走一些文件就走人 可詹姆斯这个蠢货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当特工们开始执行搜查令时 詹姆斯像个疯子一样抓起一把枪 跑出办公室大喊大叫 说如果他们敢指控自己没做过的事 他就自杀 要是他能花两秒钟听特工们解释 他就会知道 警方根本不是为了艾普利尔的谋杀案而来 可他倒好 疯狂的行为彻底暴露了自己 詹姆斯立马就被抓了起来 还被送去医院做了个脑子检查 从那天起 詹姆斯就一直被关在提笼子里 因为在搜查中 特工们在他家里发现的东西 可不止一些罪证文件那么简单 他们发现了一堆没登记的枪 一些非法文件 还有超过十万美元的现金 詹姆斯的被捕 给了调查人员更多时间来收集证据 侦探们早就知道 詹姆斯考服那个异教徒有勾结 这家伙自己在证词中都承认了 他们还知道他为异教徒的成员 开管制药物的处方 而这个臭名昭著的摩托车俱乐部 很可能是医生的亲密战友 调查人员认为 由于詹姆斯多年来 跟这帮家伙穿一条裤子 如果他自己没有亲自动手干掉艾普利尔 他很可能会向异教徒求助 现在只需要从异教徒中 找一个人来吐露实情 然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异教徒的头号规则 就是绝对不互相出卖 性命的是 对警察来说 有一个帮派成员 比起遵守俱乐部的规则 更后怕进监狱 这个人就是异教徒的老大 安德鲁格利克 让我们回到艾普利尔遇邪的那一天 2012年5月10日早晨 安德鲁格利克一睁眼就看到了新闻 他知道弗兰克马尔霍兰 终于接下了詹姆斯的祸 所以他并不惊讶 然而他担心调查可能会牵连到 他们俱乐部的成员 弗雷蒂·阿莱洛 这家伙最初从除掉一生老婆的任务中赚了一笔 从那里开始 很容易就会揭开他们整个设计 阿拼类药物的非法勾当 但什么也没发生 几周变成了几个月 几个月又变成了几年 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一个人被抓 起初 这让安德鲁感到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放松了下来 不再担心 他的焦虑消退了 因为对艾普利尔之死 直接负责的弗兰克死于过量服用非法药片 这要正是詹姆斯开出的 詹姆斯告诉弗雷蒂 他已经处理了弗兰克 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然而当詹姆斯被抓 他和异教徒的勾结被曝光时 一切都变了 安德鲁格利克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调查的焦点 仿佛一夜之间从幕后黑手 变成了聚光灯下的主角 2017年11月1日 警方突袭了安德鲁格利克的家 结果发现的东西 比圣诞老人的礼物袋还要丰富 几公斤非法物质和一堆堆现金 他被抓了个阵爪 面临贩卖管制药物的指控 可怜要在监狱里蹲伤40年 安德鲁这下可慌了神 意识到自己的想办法自救 于是决定和警方做个交易 2017年11月16日 安德鲁给出了一份完整的有记录的陈述 不仅把艾普利尔之死的细节和盘拖出 还把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药品交易 全都抖了出来 他证实詹姆斯非法为异教徒成员 开药物处方 而且通过这个操作 他的导师弗雷迪 从所有交易中都分了一杯羹 安德鲁还说 是弗雷迪安排了除掉艾普利尔的行动 但这还不够 警察需要的不只是一面之词 他们需要艾普利尔约翰那天的对话录音 非常不情愿的安德鲁同意带上窃听器 并与弗雷迪·阿莱洛交谈 2017年11月 安德鲁带着窃听器与弗雷迪总共进行了14次会面 就像个特工一样收集证据 收集录音可不是件容易事 弗雷迪甚至开始起了疑心 但靠着异教徒的基本原则 几成员之间不互相道发 他开始放松警惕 聊了起来 此时 詹姆斯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弗雷迪知道安德鲁因持有和分销管制药物而被捕病 被保释 所以他还是保释谨慎 不会公开谈论艾普利尔的被杀 只是提到他需要与詹姆斯敲定一些事情 弗雷迪担心詹姆斯可能会与检察官达成协议 并揭发他以获得较轻的刑罚 弗雷迪·阿莱洛的计划是在詹姆斯开始说话之前除掉他 自然 他的计划失败了 但这给了警察一个逮捕他的机会 2018年1月9日 62岁的弗雷迪·阿莱洛被逮捕了 被控移共谋谋杀和敲诈勒索罪 同一天 69岁的詹姆斯考夫曼 终于也被控移共谋 以及其他几项罪名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 2012年5月10日 弗兰克·马尔霍兰被塞了一把枪 然后被送到了位于 伍德斯托克大道尽头的詹姆斯家 詹姆斯故意没有锁门 18个月后 46岁的弗兰克被发现死在他客厅地板上 死于药物过量 这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 但詹姆斯后来向他的帮派朋友承认 是他处理的弗兰克 在逮捕行动之后 金某感到如释重负 在五年半的时间里 他感觉自己就像在屏住呼吸生活 现在 他终于特意自由呼吸的日子到来了 詹姆斯和弗雷迪的被捕相 是引爆零克炸弹 导致了另外六个人被逮捕 他们被指控分销非法物质和敲诈勒索 由于担心弗雷迪可能会找到机会杀害詹姆斯 因此 詹姆斯被转移到了另一所监狱 当詹姆斯在2018年1月18日出现在法庭上时 他看起来好像在这几个月里老了50岁 他拱着背 几乎说不出话来 活脱脱一个被双打了的茄子 在他的证词中 詹姆斯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还把黑锅甩给了艾普利尔 说是他把自己介绍给了异教徒 2018年1月26日 詹姆斯考夫曼在等待审判期间自杀了 他被发现死在监狱牢房里 他留下了一封六页长的遗书 坚称自己与他妻子的死无关 他面临着多项不同指控的多年监禁 这个男人再次表现出了懦弱 不愿意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 他知道自己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于是找了个最容易的方式逃避 用一张床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弗雷迪的审判于2018年9月17日开始 异教徒摩托车俱乐部的几名成员 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许多人突然忘记了帮派的基本原则 绝不搞发兄弟 并拼命试图自救 这帮人简直就像一群落水狗 为了活命什么都豁出去了 最终弗雷迪被判定所有罪名成立 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外加25年 弗雷迪在55年后才有资格获得假释 实际上这不会发生 因为到那时他将是117岁 至于安德鲁格利克 因与检察官达成协议 所以对他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销 尽管他避免了牢狱之灾 但作为一个告密者 他感觉并不好 因为他打破了异教徒的头号规矩 这个家伙在拯救自己小命的同时 把那些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兄弟都给出卖了 现在所有的异教徒都把他当成国家老鼠 给他贴上了叛徒的标签 但安德鲁还有另一件事 让他更加寝食难安 那就是他本可以阻止 爱普利尔张克斯的死亡 但他却选择了袖手旁观 他现在每天晚上都要被良心折磨得睡不着觉 估计做梦都是爱普利尔来找他索命 爱普利尔的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 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女儿金姆 难怪爱普利尔认为金姆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这个女儿长大后成为了一个像他母亲一样的斗士 简直就是爱普利尔而点名版本 这个案件告诉我们 即使是藏得最严密的犯罪 也终将被揭露 正义可能来得慢 但他总会到来 那么对于今天的案件 对于爱普利尔的遭遇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点赞 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